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15号 那么我还是放了这张三峡大坝扭曲的图 中共政权一再否认 说三峡大坝没有发生扭曲 没有危险 但是我们从网友那里已经知道了 他们取消了三峡的旅游的所有的船只 而且通知游人不要到三峡地区去 回过头来他们这两天的加大力度 正在不断地把三峡所需的水向下游不断地放 那这个放现在导致了恶劣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先给大家看一段录像 因为这个设备我现在 刚刚能把声音和这个画面调好 但是系统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只能给大家拿手手里电脑看 这么快就完了 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画面 是非常的恐怖 这是今天网友再给大家看一遍 这是今天网友在江西瑞金拍到的片子 我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央视的新闻报导 没有 新闻报导还是全文发表这个新联播 本来是一个视频报道新闻的这个场合 但是在报导求是明天要发表什么文章啊 又是这个 什么坚守政治建设这一类的话 关于江西大水的报导 在一两个小时之前下午还没有 就是中国大陆的白晚上还没有 那今天早上跟那新华社发了江西瑞金 有十万人受灾 这个刚才我给看到的画面 很多房子都已经被淹了 这个他只说淹了一层 但是我们看很多的房子 房盖都在水里 就不是一层的事了 那到底这个死伤多少还没有统计 湖南的这个在衡州段 衡阳段 我说错了 称州段都有严重的这个洪浪 这些都是三峡 没有办法再继续顶住这个雨水 汽水的这些能力都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用库伟中正先生的话讲呢 是在他的底部已经是被掏空了 这个掏空是怎么掏的 那我们还是请库伟中正先生来给大家讲 这个大坝到底能不能溃坝 如果溃坝了 前几天我就说过 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老百姓 至少中国14亿人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将受到这个 将受到这个危险 好 有请库伟中正先生 他从这个 我们请他从这个 01的角度 说一说这次三峡大坝 到底能不能躲过这场 灾难 这个灾难我们知道是由李鹏 这个筷子手 跟六四有关的筷子手 他而倡议引发的 他要如果不是忙着去到这个三峡 非得要把三峡这个美丽的风景 变成一个他喜欢的水坝空城 千年一遇 往中国的店又可以几分钱 但是现在这些理想都没有实现 好 有请库伟中正先生 好 大家好 我发现那个三峡大坝出问题呢 是在2019年的6月22号那天 那天呢 实际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 发生了变血 然后呢 我有零排的方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打开天数一看 他说 三峡大坝地下掏空了 当时我吃了一大惊 那机下到掏空 我也没认证多想这个事 后来呢 到了26号那天 处理另外一个人 他的那个身上 不断地流水 处理的也告诉我是三峡大坝下面掏空了 然后到了6月28号那边处理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也是看那个临界大案的时候也是讲到三峡大坝掏空 然后到了30号那天 联系出现6地告诉我三峡大坝掏空了 因为掏空以后然后有点倾斜了 然后提醒我如果6月30号网上开始 你如果用那个狗狗地图去看的话 高空看的话已经有点变形了 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非常震惊 请了人打电话给三峡公司 通知他们有这样的险情 接电话的人说向领导汇报 这是6月30号 然后7月后呢 网上这个事情慢慢就传开了 人家看那个狗狗地图的时候 发现变形了 然后呢 我那不是说根据地图上来看 而是不断地有那个身上出现阵仗的时候 我在处理的时候打开这个信息 都提示我们三峡大坝出问题了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看了 现在看天书看了76次了 他整个过程都看明白了 原来他为什么是发生了 操控这个现象呢 我认为不评价这个大坝本身 我可以这样说吧 给他们中共都听一些赞美的词 我也可以赞美一下 你那个大坝建的不错 但是他建的时刻 忽略的一个事情 大坝的底下那个相当地基啊 由于那个水啊 从高处冲下来的冲沙作用啊 把下面掏空了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比较类似的 有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个大瀑布 那个大瀑布每年都在万后移动 你要加拿大瀑布 因为在万后移 为什么在万后移呢 就是水从高处冲下去 把下面掏空了 是同样的情况 然后掏空前几天呢 已经发生了 在天书上看 在三小大坝的上游0.8公里的地方 出现了大洞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曾经讲到 有一条鱼在2010年7月14号的时候 把三小大坝四个洩红口 占坏了两个 那条大鱼又来了 大概在12号的时候呢 那条大鱼靠近那个大洞 靠近三小大坝的时候呢 不小心掉到这个漏水的大洞里边 暂时性的把这个洞堵住了 堵住以后呢 那今天开始呢 在它的前方0.92公里的地方 又发生了下面漏水了 那这个是我那个 看那个临界大洞上看到的 另外呢 自从通知了三小公司以后 他们也发现了险情了 就不断的泄洪啊 泄洪在放水 下游 直接放水以后的下游水量增大了 本来由于空气循环 由于空气循环 本来那个长江里面水没有那么多 现在水量大了以后呢 通过空气循环 循环到了南方 所以南方也发生了大洞 最后呢 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中国的南方开始大洞 又形成了那个水淹了好多地方 然后呢 现在那个在西洪的时候下游 水位不断提高 今天 我在看天苏的时候讲到行业中断 但是我讲到行业中断 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人家就给我留言说 对 没错 在苏通大桥的西侧 也就是说在苏通大桥 这叫大桥的苏州到南通之间这条大桥的内侧 停了一些禁建 因为水位增高以后 被那个桥挡住了 那个禁建出不去了 现在挡在那边 这个细节人家也告诉我了 人家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是17洪以后 上面的水位呢前一阵子稍微降了 滴了一点 滴了一点以后呢 那么曾经藏在山里边 曾经在蓄水的时候 蓄了十几年那个水牙 实际上残了很多很多水啊 残到了那个山里边 人家都是意想不到的 水呢一放以后就放不完的水 放不完的水 放不完的水啊 有的好多积压在那个山里边 有的呢一跑了以后那个 水位的高地不一样 有的呢形成了山起滑坡 有的呢整个山塌掉了 有的呢形成 今天有的地方开始形成了叫燕塞湖 那么这样的情况 西门是没有暴走的 那我们是不是讲的正确呢 我都是看的连接档案 包括吴卫展中看到了那个李鹏 他怎么走上这个权力中心的 应该来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我为什么呢今天讲这个事情呢 题外话呢让大家明白 我贴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一个地下掏空这个事 另外一个贴出他竟然看到李鹏 怎么走上这个权力中心的 原来啊他想接近毛主席 但他这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来接近江青 所以呢在文革的时候呢 江青呢在演讲的时候啊 李鹏啊认真的做别计 然后给那个江青看 江青看哎呀这个小伙子有出息 应该重点培养他 他把他把李鹏介绍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一想啊 那个时候啊那个林彪的权力 已经超过了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要向江青联合 周恩来一想 你既然你把那个 你介绍人过来 那我就好好地栽培他 所以呢 就周恩来就开始接纳了这个李鹏 第一次出场是在杭州 接见外宾的时候 把李鹏带上了 把李鹏带上了以后呢 周恩来就在这个人不满意 人脑袋比较呆 比较呆 但是那个李鹏啊 实际上在打着小扇盘 他适合告诉大家 他说他是周恩来的杨子 周恩来也听到这个事情 心里虽然有点不满 后来也就算了 他说杨子就杨子吧 这个杨子是这样来的 这个天书上这样写的 后来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 75年76年的时候呢 那个周恩来的身体脏况 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呢 后来在1月9号去世了 1月9号去世以后 李鹏啊 没有了扣台 像商家船一样 他又要去投靠那个江青去了 这个时候江青 从周恩来已经成了死对头了 这个时候 江青就没有李鹏 然后呢 李鹏碰了隐蔽智慧以后 没有多久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 江青被抓了 被抓以后 李鹏啊 笑容啊 直接落在面上 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权利是这样走上去的 然后他有同样的办法 接近了邓小平 所以呢 在六四的时刻 他 向邓小平报告了很多的消息 来误导他 连这样的消息 我说从来不敢小说的 我是从天署上看到的 如果感兴趣的人 可以对这方面可以对照起来看 一定能找到同我类似的那些信息 好 我们再回到那个上下大坝 上下大坝本身建的时候 他们努力做工作 因为要批证一个项目 必须要由三分之二的人投票赞成 他为了通过软硬监视 勉强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七 然后就强行上马了 如果是一个不是独裁的国家 是个民主的国家 你让老百姓选举的话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比例来通过 现在进了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现在一方面在往下游在放水 一放水以后 长江一样的水增高了 增高了很多地方 已经超过了 紧接水位两米以上的了 然后上游水一放以后 很多山里边藏在里边的水出来 不是想象当中的几个水库里的水 而远远超过了世界想象的水 所以一日排一日排也排不完 现在就到了这个状况 另外呢 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曾经日本三峡游大地震的时候 飞碟出现了 而且人家在电视里都放出来了 也拍到了 同样 这是那个三峡出问期的时候 大坝前有飞碟出现 这个飞碟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它来了 观察了一下想帮也帮了一下 帮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重庆的上空 积累了有15天以上的那个乙量 这个乙呢不是说我们普通天气预报当中报道的乙 在天气预报的报道以外的 也就是说在1937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 从1937年开始杀了不少地主 那些被杀的地主的冤家和老百姓的冤家 就像那个葫芦一样在那个林界在燃烧 在燃烧 像一个大鸢鸢在燃烧 在燃烧 这个燃烧的信息被天人吸收了 天人吸收以后 他怎么来冷却他 天人就放冰块 放冰块 放冰块 不叫放冰块 这都是我直接看到的图像 然后放冰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一个天上腾不住的时刻就掉下来了 那个冰雹不是一个自然现象 是一个来自林界的 所以冰雹说来就来 几乎没有天气一爆来一爆 冰雹什么时候来到人间呢 不像那个下雨 因为这是一个来自那个林界的 一个水突不住的时刻掉下来 现在在重新上空 就有这类的15天的 一样的冰雹这类的 也有可能降下来就是水降下来 也有可能冰雹降下来 如果15天的东西砸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水量是大坝是完全保不住的 这我讲的是那个从 我从建筑上淋漪上面来看到的事情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从林界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状况 至于说人家信以不信的是 我讲一个是我在7月10号那天 我讲外星人来到地球 要把地球上的核物质把它清理掉 会发生 已经发生的事是7月1号那天 俄罗斯的核潜艇 突然核动力没有了 实际上那核物质被外星人带走了 拿走以后他发动不起来了 发动不起来以后紧急用电池 电池没有那么多的量 负荷不够 迎接了火灾 然后7月2号美国副总统彭斯 从那个机场直接回白宫了 干什么去的 美国的核设施也发现异常了 这也没报道 但是我天书上看到了 然后我在7月10号 把那个文章来龙期末都写好了 写好以后我推特上中文的发了 然后我在7月13号那天中午 依告了 用英文的在推特上也发了 最后就是要人家预备好整备好 使用核电的那些核电厂 陆陆续续发生停电 而停电的时间 第一个停电是美国 然后接下来日本 接下来中国 然后法国 德国循环 停了一个一个 然后又轮到这几个国家 停另外一个地方 不断的发生循环 好 我这个文章 7月10号是中文发的 7月13号中午是英文发的 叫大家注意核电厂 有可能突然停电 我发完以后 大概在六个小时以后 纽约发生了停电 影响了大概七万 最后这度数字的报道 是报道是由 影响了七万五千户 而这七万五千户就是因为核电厂 核物质被外星人移走了 它的目的 是向地球成为一个无核的星球 有人有可能提出疑问来 为什么那个外星人那么好 要跑到地球上来把核物质把它拿走 实际上不是那么好 而是地球太坏了 它搞核实验的时刻 从太阳发生共振 从太阳发生共振以后 把太阳搞坏了 只有外星人来修太阳 然后发现地球 太阳之间基地太近了 然后把地球挪到虎心的后面去 这个事情我讲了很多年了 从2017年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但新的人或者知道的人不太多 那么它一新的时候 要人类销毁核武器 和把核电厂关闭掉 后来外星人观察了几年以后 发现要人类自己销毁核武器 和关闭核电厂几乎做不到 所以外星人决定了在 在今年的3月22号那天开始 它主动开始清理地球上的核物质 它其中地球上核物质 首先是要把那个 地球上的散在的 没有提电的在散在的核物质拿掉 拿掉以后 就把源头去掉以后 然后再把那核武器里面的 核物质拿掉 现在的核武器实际上都是空的了 实际上那个里面没办法引爆的了 都拿掉了 再接下来清理了核电厂的 远期使用的那些提电的核物质 近期使用的还留了一部分 还可以用 但是一个会多清理掉 首先第一个清理到的核电厂 发电用的核电厂 是纽约这边的 接下来我一直从昨天开始一直在依告的 是下一个要停电的是在日本东京班 以东这一片 所以呢 我讲的这些 很快都是得到验证了 包括7月4号那天 我讲 洛杉矶发生地震是因为那个飞铁砸到地上面 或者飞铁上砸下一个硬件 露起来到地上来 引起的地震 后来没有几个小时 人家电视上播出了 引证了这个 在那个洛杉矶到其体育馆 看台上面在直播比赛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飞铁斜插下来 往东北方向砸下去 砸下去 马上就发生了地震 但是一般人没想到 我另外一告一个事情 因为人家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从现在开始地球上的地震要比以往要多 为什么 因为外星人发现 地球在很藐视那个外星人和飞铁的存在 那么你如果不相信这些的话 那我就让你 直到你相信为止 他用那个飞铁砸到地上来 砸到地上来引发地震 让人家人类啊 求了为止 直到相信它的存在为止 我这个事情也预告一下 因为我预告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的了 很快就会发生的了 那么也就是现在长江三峡那边 如果重庆那边联系三天以上的大义的话 这个大法基本上保不住了 而我刚才讲了 上面天上储存了 自193000年以来由冤气形成的 那些怒虎天上吸收了 还用冰块把那个怒虎冰起来 冰起来 放的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已经有15天的程量了 这15天的程量重到那个拖也拖不住了 拖不住的情况之下飞碟 昨天浪场帮我拖了一下 他只是说我帮你们渡这个难关 承判他也不会帮我拖了 该下来的会下来 那这个就是我在从灵异事件当中看到的 从三峡大坝和最近那个纽约核电厂 发生的停电有关的事情 包括我预告即将发生日本东京湾以东那带 将要发生那个停电 有这个风水先生说 三峡大坝的来历主要是 李鹏呢 因为他认为这个毛死以后 这个中共的天下应该是周家 但周也死了 邓英超也没有能力把这个天下拿过来 所以呢有这个 嗯 董八卦董易经呢 就说在邓家呢 交给你一招 因为邓小平是属龙的 那那个中国呢 又是一个龙图腾的文化 那你应该在三峡呢 这个一定要建起这个水坝 在这龙腰上呢 斩他一刀 那老邓呢就不会活过百年 本来邓邓是97年想去香港 那个回归在他百岁左右啊 但是呢那个他没有 没有这个 呃 活过这个97回归啊 在这个 呃 97年啊 就2月 我没记错的话 2月19号就走了 就是因为 他同意了这个 李鹏的这个 搞他的 他自己不知道 事实上是搞他的这么一个 呃 一个工程 啊 那老邓呢 自己把自己拦腰 来了一刀 所以他这个 没有活过97 那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啊 啊 你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就搜 就搜 长江断流 突然一下子这个在长江里面一段水一点都没有了 嗯 这个发生在哪里呢 是发生在金航大银河的那个交界处 就长江和金航大银河的一个交界处啊 发生过两次啊 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个龙啊 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呢 找那个 跑那个落海口啊 不是找落海口 是那个金航大银河从长江的交界处啊 他找不见了 找不到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金航大银河在哪里了 所以呢 他拔水啊 拔水拔开了 拔掉了 拔掉以后让那个金航大银河露出来 嗯 然后呢 找到了 这呢 我只是说证明龙的存在 为什么呢 不然不会发生两次长江断流 因为上面也有水 下面也有水 只有中间去了一节啊 这是曾经的历史上面 而最近那个龙的事情是这样 那个龙呢 又出来洗澡 但是长江水被污染了 被污染以后呢 他到处走 拿一段干净的水的时候呢 在六月份 大概六月十七号 那个龙啊 从那个银端山顶上 开始在慢慢慢慢找水的时候 在宜兵引发了地震 因为那龙在转身走的时候呢 只要碰到山 山就塌了 然后碰到那个山 或者碰到地面的时候 那么引发了地震 所以他兜了一圈 兜了一圈以后呢 他进入那个长江 进到长江里边呢 沿着长江慢慢慢慢走的时候呢 走到了山峡大坝前方 到山峡大坝前方以后呢 一看 山峡大坝挡住了他的七路 挡住了他的七路以后呢 他就往那个地心里往下潜 但是我看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看了就觉得很意外 如果你这个一直往下潜 不是超过地心了吗 我再往下 下去再下去了一个 那小龙啊 竟然穿过了地心 来到了那个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五大核物里来洗澡 那一天就是美国的国庆节 7月4号那天 然后呢那个龙啊 在那个水底喷出了很多很多的彩虹 后来呢 洗完澡以后 在美国时间的7月5号那天 那条龙 从那个上空 来的时候呢 从地心走的 因为那个他从世卫空间走的话 从地心穿过来的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是从那个天上走的 也经过了那个 杏仁夕这边 因为我这段时间就这么在杏仁夕这边 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呢 就是回到了那个 又回到 那个宜宾那边了 回去后大概这两天又发生地震了 也就是龙在活动的时候呢 碰到什么地方 碰到山或者碰到地的时候 不想碰到的时候就发生地震了 然后呢 这个是龙引起的 我这个事也不会下边的 也不是说要边一个地震的事 比如说 我说那个7月4号 7月4号 5号6号 美国那山就发生地震 是飞碟上的地面 或者飞碟上扔下重物引起的 然后大概7月10几号吧 11号还不是 11、12、13号之间 在西雅图那边发生了地震 西雅图那边是很少发生地震的 地震完了以后 三分钟钟又发生了一次 它是什么呢 从飞碟上扔下一个重物 然后呢 过了三分钟以后 又扔下一个重物 第一个砸得比较重一点 第二个砸得比较轻一点 它在做测试 然后从一天没有过来几个小时呢 中国的东海里边发生了地震 中国东海发生地震是什么引起的呢 一架车身飞机 往海里边扔那个核废料 扔核废料的时候呢 这个地震曾经也扔过核废料 那核废料呢 不断那个在融化 在反应反应以后呢 就已经到了那个往低行方向 所以那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到了 所以到了很深的地方 然后这次核废料再扔下去的时候呢 穿过了被上去核物质和反应引起的 很松软的那个海底的时候 第二这一次投的就是前两天 应该是13号那些吧 应该投下去的核废料 放下沉放下沉放下沉的时候 从以前发生的核废料相依 相依以后 起地一大以后 超过一定量的以后就发生爆炸 一爆炸了以后就发生了这个 东海发生的地震 那每个地震都是有明确原因的 包括我前一阵子也讲了一个地震的事 而这次东海的地震是核废料引起的 而西亚图那边的那个地震是 飞碟上面砸下两个不同的重物 第一次砸得比较重一点 第二次轻一点 他在车辆收集一些数据 而宜兵那边发生的地震 就是同那条龙有关的 而那个长江山小的 把那条龙的那个道路给挡了 所以呢他也曾经投诉 那道路被那个山小大坝给挡了 另外呢上瘾还遭到了霧远 他洗澡的地方也没有了 洗澡的地方没有的话 那没办法就跑到那个美国五大湖 来游泳了 来洗澡 所以我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说了一下 我说现在很多人移民到中国人 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 没想到龙也想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来 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要讲到龙 而且呢你如果打个新闻一看 既然在那个宜兵那边也有人说到龙 而且有的人把龙的那个形状 因为他那个人是开天眼的 也看到了龙 把他画下来了 然后同样讲了一些关于龙的事情以后呢 被公安局抓了 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嘛 你讲龙啊什么之类的话 肯定要抓的 比如说我讲这些啊 天苏他讲的那些啊 如果在国内讲的话 我肯定被抓了 所以好在我现在在美国 我可以实施求是的 把每一次的签数都记录下来 那我首先的签名字写的呢 都是题目呢 每年每月 第几个主要例子讲的什么 比如说今天是7月15号 第九例 总共的例数是1624例的时候 我主编突然腰痛了一下 我那边看签数看怎么回事啊 原来那个外星人说那个地球人呢 既然不相信外星人和飞铁的存在 那你不相信的话 那我从现在开始 会很可能用飞铁扎到地球上来 让地球产生地震 让人记住飞铁的存在 有的人马上在我下面留言了 他说为什么外星人那么粗鲁啊 要用这么粗鲁的形式来提出地球人呢 让他们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我说不用这个方法 地球人也不会在意这个事啊 所以要用地震来提醒 因为地球人不害怕地震 就是用地震的方法 它才地球在那里有吸气那个叫劲啊 那么我引证来引证去啊 我上面都有记录 包括你说的那个龙的事啊 我讲的事情呢 我今天证明在宜宾那边确实有龙的存在 而且呢在曾经的历史上 长江断流过两次 上游有水下游有水 围着中间一段没水 你到那个网上去搜 能够搜到这两次断流 也就是龙的存在 现在我证明的那个是龙的存在 包括我林牌当中还知道另外一个龙脉 除了那个长江是龙脉以外 还有一个龙脉呢 是金杭大一核也是龙脉 既然是龙头在杭州 龙尾在北京 龙头那边有一个白塔在西湖里边 那个北京那边北海里边也有个白塔 两个塔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在龙头一个在龙尾 这里边也讲到龙脉的事 至于您刚才那个讲了那么多的事情呢 我目前呢 我因为我天出当中我是看到什么说什么 我没有看到东西呢 暂时没看到呢我不保态 但是呢我今天能证明呢 确实有龙在长江一带 而且龙也投诉了 那个上下大坝把那个龙的来龙区们 龙的肉给掌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长江上游那些同这一带的化工厂啊 污染了长江水也是龙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影响 所以呢龙没地方去了 只能带到山里边去了 水跟污染了带到山里边去了 带到山里去的时候龙一动 碰到山发生了地震 碰到地也发生地震 所以那个最近一段时间 一边那边的地震是这条龙引起的 实际上地震了好几次啊 都是同个原因引起的 嗯 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些连贯起来 应该和我讲的不矛盾 嗯 因为我讲的就是在林牌当中 天赋上都看到了 没看到我也就不去推理了 然后你把你讲到的事情连贯起来 就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解释了 好 那时间很快过去四十分钟了 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一点 马上就是七月十六号 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嗯 关于灵异现象的解析呢 我们麻烦和库伟中正先生呢 又给大家讲了新的知识 谢谢库伟中正先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